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又错了 也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钱 喜欢钱 它不是坏事 可以发展 可以发展 它确实坏事 这种肚 这种肚 至少会伤害 你偏要延续它 给你的王 只想赚大钱 不想花钱 只会往里赚 不会花钱 狂买便宜活 火气浪费 恐惧失去金钱 轻轻担赞 一带里是一种叫做金钱 匮乏干的饼 哦 又是饼 我说我爹妈当年就是这么叫了 他们是司祖庸子 而一 正在祸害侠一道 有饼 干块子啊 如果你不想把娃娃祸害成有钱不敢花的手才奴 或者狗窝里藏不住干粮 有点钱就赶紧挥霍的败扎子 请参考以下几点 别让孩子跟金钱的关系沉重艰难 否则 你祸害到可能是未来八道 人只想你早适的唠叨 谁争取行都不得了 人只扬白劳适的诉苦 当人家爹妈就懂得自强和自豪 辛苦 算个毛线 别反不教育孩子珍惜花钱了 当心他成了隔楼的孩子 让孩子进入金钱的主权感 哪怕一次也好 让孩子分享工作和获取金钱的乐趣 小金库的秘密建议保留 将精神丰盛传递给孩子 告诉孩子他值得美好的生活 希望永远在心间 一千二两 想要相夫修孩子 请来依附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